不久前,外婆在养老院去世了 八岁的奈丽正跟这里的其他老人依次道别 随后来到空大房间 呼唤的正在整理遗物 怀想外婆的妈妈 获得妈妈的允许 她拿走的外婆留下的拐杖 窗外是郁郁郁郁郁的风景 妈妈开车带奈丽回家 饶舍奈丽年纪小 也能看得出来妈妈的魂不守舍 为了缓解妈妈内心的痛苦 她一颗一颗把糖塞进妈妈的嘴里 希望她好受一些 妈妈虽然在微笑 眼眶里饱含的 仍是难言的伤痛 一路疲惹来到外婆家 奈丽已经睡着了 妈妈唤醒熟睡的奈丽 指引她寻找自己的房间 很眼中奈丽回头 手电微弱的光影 照出的妈妈无意中 流露出回到故居的哀伤 第二天奈丽睡醒来到楼下 看到爸爸在跟妈妈商量收拾的事 妈妈看上去心不在眼 奈丽问起了妈妈童年的小窝 她想去看看 妈妈说 就在屋子的前方 那些木头已经不见了 爸爸一脸茫然地问起小窝的事 妈妈也只是了然地对奈丽说了一句 她不记得的 但这应该是 妈妈心里最美好的时光 她曾那么动情地 对每个在乎的家人诉说过 奈丽出的家门 花团锦簇 百树繁茂 她便朝着未知的树林深处走去 看见一棵树桩 便独自玩耍了起来 夜晚 妈妈在翻阅小时候的东西 这是外婆替妈妈保存的 一旁观看的奈丽夸赞着妈妈小时候的字画 突然 妈妈翻到一幅画 吸引了奈丽的注意 看 那个神经质的女人 妈妈感慨 她让我在这间房子里消沉 这画上的女人 无疑是妈妈童年时眼中的外婆 随后 妈妈对奈丽说 我也去到那个树林 看着这个喜欢又害怕的房间 妈妈想起了一种感觉 关了灯 妈妈娓娓道来 她童年时面对黑暗的感受 她说 等眼睛适应黑暗后 一只黑豹会出现在床尾 她的心跳声 慢慢靠近枕边 越来越强烈 其实 那是妈妈自己的心跳声 妈妈问奈丽 看到没有 显然没有 最后 她坦诚 自己也没看到 半夜 奈丽起来喝水 环顾四周 有些害怕 她看见睡在沙发上的妈妈 便一股脑钻进妈妈的怀里 少许片刻 奈丽坦白 她很担心妈妈的状态 妈妈昨天看起来很不好 推挤夺人 妈妈想到外婆的感受 一定也不是很好 而这些 分明是他们不得而知 无能为力的事情 最后 奈丽窝进妈妈的怀里 跟她不断说着再见 或许她并不知道妈妈要干什么 但出于子女对母亲的爱 会默许她所做的一切 再一次清晨醒来 给她做早餐的是爸爸 爸爸告诉奈丽 妈妈走了 奈丽只能伪装到一脸淡定 内心还是有些慌乱 她不想看到爸爸也难过 便翻出橱柜中的弹力球 在后院 独自一人玩了起来 随后又去了树林 远远望去 那里有一个红衣服的小姑娘 拖着树干 小姑娘也看到了奈丽 亲切地朝她挥手 寻求奈丽的帮助 奈丽急忙跑过去 把女孩将树干 运到一个小窝边 奈丽询问她的名字 女孩说她叫玛丽翁 突然袭来的细雨 浇灌而下 玛丽翁带着奈丽一度小跑 这个奇妙的女孩 既跟妈妈同名 就连她的家 都和外婆家极度相似 玛丽翁轻车熟路 带奈丽擦干的头发 又带她来的餐厅 玛丽翁很奇怪 在这里从没见过奈丽 而且奈丽的名字 跟她去世的外婆一样 敏感的奈丽 似乎顿悟的什么 她急忙确认厕所的位置 环顾四周 又看到了妈妈的童年日记本 奈丽彻底明了 她悄然走到外婆的房门 看见外婆 穷穷一人躺在床上 即使是背影 也足够奸吓了 奈丽慌张穿好衣服 和玛丽翁告别离开 犹如陷入惊险的梦境 奈丽在树林拼命奔跑 希望能从梦境中醒来 直到再次看到 外婆家门口的栅栏 她的心才安定一些 走进门 奈丽尝试着呼唤爸爸 还好 爸爸是关心她的 奈丽忍不住告诉爸爸 她找到了 妈妈口中那个小窝 跟她说的一模一样 爸爸仍是一脸茫然 她甚至都记不清 小窝的位置了 奈丽解围地对爸爸说 你不是忘了 应该是不曾听过 奈丽在睡前洗漱时 一直惦记着 今天所看到的事情 她疑惑地走到外婆房间 推开门 空空荡荡 没有任何人影的存在 大概真的是一场梦境 奈丽躺在床上 睡了过去 可第二天 她的脑海里 还是盘旋着昨天的健吻 所以奔了出去继续造访这个树林 结果 再次看到木堆前的玛丽翁 玛丽翁惊喜地向奈丽挥手 奈丽 淡定了许多 温情又充满期待的回应 她协助玛丽翁 裁剪长度合适的绳子 用来捆绑树竿 从询问中得知 玛丽翁和奈丽一样都是八岁 没有兄弟姐妹 再次来到 那个双方都很熟悉的家 玛丽翁热情地拿出自己的玩具 和奈丽玩得起来 不一会儿 一个面旁温和又亲切的女人走了出来 跟奈丽打了声招呼 那是外婆年轻时的样子 拄着拐杖 令奈丽那么熟悉 那么贴近 看着这样局促离开的背影 玛丽翁却似有忧郁 终于 她对奈丽说 三天后 她要做个手术 不然以后 就会像外婆那样 可是 她并没有告诉奈丽是什么手术 但从她的脸上 奈丽看到的难言之隐 原来 妈妈竟有这么多秘密 自己毫不知情 怀着这样恍惚的情绪 奈丽坐在家中 事实上 她心里一直在想着小妈妈 她问爸爸 自己可以跟认识的新朋友 睡在一起吗 如果对方邀请的话 爸爸没有反对的理由 只是不赞同 他们单独待在一起 忽然 奈丽问爸爸 妈妈的手术最后成功了吗 爸爸没有正面回答 她并不怎么喜欢提起以前的事 显然她没有遗忘 之后 奈丽捧着美丽的枫叶 给玛丽翁的小窝金星 做着点缀 她希望玛丽翁看见后 能够快乐 在玛丽翁家里 他们玩着角色扮演的游戏 奈丽更像是配合着 玛丽翁的一切 哪怕做配角 她都甘之如意 成立衣容时 不会寄领带的奈丽 求助的外婆 外婆是那么和蔼慈祥 令奈丽忍不住 汲取她身上的温暖 难怪妈妈是那样的伤心 无法自拔 借着角色的口吻 奈丽问玛丽翁 她有秘密吗 玛丽翁认为 秘密并不是 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情 而是没有人 可以诉说的事情 当她得知 奈丽愿意倾听之后 她说 她想当演员 这是一个来自 遥远心灵的沟通 奈丽说 玛丽翁是可以做演员的 两人并肩坐着 玛丽翁问道 可以回奈丽的家吗 奈丽没有同意 一方面如她所言 妈妈走后 家里的氛围糟糕 另一方面 她不想阴差阳错 失去玛丽翁这个朋友 玛丽翁劝为她 你的妈妈会回家的 于是 奈丽也问出了 玛丽翁 对即将要做手术 害怕的感受 最后 他们相约在小窝间 再一次来到树林的小窝前 玛丽翁欣赏地带着奈丽 鉴赏他们的成果 枫叶点缀 红色门脸 蕴含了一个 孩童美丽的幻想 奈丽静地看着 内心涌起了一股冲动 她要告诉 玛丽翁那个秘密 奈丽说 自己是玛丽翁的女儿 玛丽翁站在原地 没有震惊 只是思考的半宿 反问奈丽 是否来自蔚蓝 奈丽却说 自己来自于 身后的那条小路 所以 她带着好奇的玛丽翁 沿着小路前行 来到家门口 那后院的栅栏 样式 无一不让玛丽翁熟悉 来到屋里 一模一样的布局 墙壁 以及味道 玛丽翁意识到 奈丽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她从奈丽口中得知 自己今年31岁 自己的妈妈 也活得比她担心的都要长久 那个悲观绝望 把每一天都视作 最后一天的妈妈 竟然还有漫长的生命 玛丽翁已经很满足了 看着奈丽保存的那只拐杖 奈丽说 就像握着外婆的手 玛丽翁亲信除了自己 还有奈丽爱着她的妈妈 非常爱的那种 这时 爸爸叫祖的奈丽 她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可以搬出去的 奈丽再想住一晚 和玛丽翁一起 爸爸不是很赞同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应该赶回去给她一个惊喜 但是 奈丽坚持 要在这里留一晚 这是跟童年的妈妈 共度的最后时间 他们没有下一次了 厨房 他们正快乐地 尝试着做饭 纵使一片狼藉 却洋溢着欢声笑语 奈丽翘想 玛丽翁的房间 进去后 借着扮演角色的口吻说道 希望还能见到玛丽翁 玛丽翁反问 为什么 奈丽由衷地回答 我想你知道 因为我爱你 奈丽想要玛丽翁和自己一起离开 玛丽翁却说不能 紧接着 她捧出一个玩偶娃娃 称呼她为孩子 奈丽一下子意识过来 妈妈离开这里 是为了自己 同样的 外婆不想离开这里 也是为了妈妈 吃饭时 外婆关怀备致地对他们说 先吃饭 后喝汤 难吃而熟悉的味道 不曾改变的句式 奈丽和玛丽翁心领神会的相视而笑了 点亮蛋糕的蜡烛 奈丽开心地断到玛丽翁眼前 她和外婆真挚地唱着生日快乐歌 凝望着一脸幸福的玛丽翁 蜡烛灭了 一片黑暗中 奈丽和玛丽翁头靠头 玛丽翁问奈丽为什么要离开 奈丽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她只知道是自己的外婆 而爸爸除了伤心 什么都没说 玛丽翁猜想 包括在奈丽心中 每个人都有解不开的疑惑 而这些话 在奈丽三岁时 妈妈也对她说过 玛丽翁此刻 想永远和奈丽在一起 即便他们还没有分别 玛丽翁已经开始想她了 辗转难眠中 玛丽翁对着微弱的亮光投射影子 果然 床头出现一只手影幻化的黑豹 奈丽终于见证了妈妈的所见所想 早晨 奈丽静坐着看着玛丽翁 中午十二点 会有人接她走 他们注定分别 玛丽翁说 他们还能在一起做最后的一件事 所以 她接过奈丽的耳机 聆听来自未来的音乐 田野街通湖白的小道上 两个孩童捧着皮顶快地奔跑 现在 奈丽和玛丽翁 要尽全力做好最后一件事 他们奋力地划着船脚 越过水平面 凝望着远方的阶梯建筑 他们越靠越近 驶入一个湛蓝幽深的天地里 划出去后 又是平静如丝的水面 奈丽帮助玛丽翁收拾去医院的行李 玛丽翁问她 害怕妈妈离家后不再回来吗 奈丽如实回答 害怕 她担心离开家的妈妈并不开心 玛丽翁对奈丽说 那并不是你的错 你不是我不开心的来源 她也同样在治愈着奈丽心中的阴霾 奈丽和玛丽翁为家告别后 竟直回到空荡荡的外婆家 久违的妈妈就那样静坐在那里 等待着奈丽 她说对不起 不应该把奈丽丢在这里 不用说对不起 奈丽真的很好 实际上 她的确在这感受到了最好的友谊与爱 妈妈最后环顾这个从小长大的家 奈丽却无限温柔地换了她一句 玛丽翁 妈妈的脸上 有不解 慢慢转变成了笑容 他们紧紧拥抱 没有比此时此刻 更理解对方的时候了 《小妈妈》是法国导演 瑟琳·喜安玛2021年的作品 虽然和国内年度票房冠军 你好李焕燕有着相似的故事架构 但《小妈妈》明显更细腻 更柔和 整体上还有一种挨而不伤的余韵 每个大人都从事天真无邪的小朋友 他们也会孤独 也会无助 也会幻想着世界 伺机等待和聆听者分享 奈丽就这样 意外闯入了妈妈童年的世界 因而他参与了妈妈从前的快乐时光 以及体会到了妈妈敏感脆弱的种种因素 这些经历让他懂得如何更好地去爱妈妈 去共情妈妈的心理 同样的正是因为这样 年幼的妈妈以朋友的身份 也有一次共情了耐力的情绪 他早熟 沉重 只因无法和悲伤的妈妈共同分享心情 所以他也有忧虑 自我怀疑 然而 小马里翁踏入了他的内心 令他学会坦然面对亲人的悲痛 让他学着与自我和解 这不只是母女的情感 而是女性与女性突破身份 突破隔阂的一次互助 爱人 不要局限于一种情感 要聆听他的心声 要关注他的心情 要为他千千万万遍 只因爱的付出 即是所得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